不容易的 現在坊間的書籍 他們都教你寫程式 很少教你怎麼樣 做版面 所以其實那種版型工程師 或者是 其實就是美工 這一塊其實很缺人 但是很多其實會做網頁的美工 但是 會做App的美工太少了 好那這一塊其實很缺人 但是其實說真的 這一坊間書籍 你看一下 大概 十本書沒有一本書是講到有版 版型的 不信的話你可以去看看 有講到版型的 頂多是那個日本翻譯書籍 有翻譯的我看過有 是講版型 有講到這一塊 但是因為這一塊的變動太大 目前 其實 Google本身也還無解 他現在也是很頭痛 他要怎麼去做 所以他會提供你一些 這個工具告訴你說 可能這樣做 比較OK 然後這邊可以翻轉過來 也比較OK 然後還有旁邊的話 這個是Activity 這不用講 另外這邊有個地球有沒有 這做什麼呢 這不知道各位也 Translation有沒有 其實這個功能 啊 對 剛剛同學講的 多國語言 其實你寫的App 你不可能只有繁體中文 因為繁體中文 只有幾百個用戶 幾百萬個用戶 說錯了 幾百萬個用戶 那你的用戶 應該是 幾十億用戶 所以你 107個國家 有沒有 所以他這邊 可以讓你做多國語氣 也就是說你這個畫面 你在 英文的環境下 就是英文的 日文的環境下 就是日文的 韓文就叫韓文 那簡體就簡體 你要能夠做到這樣的話 你的市場是全世界 不然的話 你不能只是說 Local 每次都只有台灣 User 所以要怎麼增加 非常的簡單 做 就說